敬离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号王卡玛巴 土登达吉上师 主持上师 联佛上师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门 网络上的同门 大家好 今天听这个联佛上师 他谈到 这个修行以无念为正洁佛宝 那么他谈到这个善恶念的事情 其实佛法它主要是第一个 它讲因果 讲善恶 那么主要是希望众生 能够不作恶 行善 这是第一个 佛法第一个最重要的要子 那么第二个呢 他叫众生要离开轮回 因为轮回是苦 众生一下子善啊 一下子恶啊 就一下子好 一下子坏 在那边六道当中转来转去 始终出不了轮回 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众生能够出轮回之苦 那么第三个要子呢 佛就讲到大智 也就是大智慧 要懂得大智慧 就是波悦 那么懂得大慈悲 就是菩提心 有了大智慧跟大慈悲心 那么就是可以证到了 这个四圣戒 这是佛最主要的 佛法最主要的法子 是这样子的 是有三个要义在里面 有听到灵火上师提到这个钱 其实在世间 我们看钱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上 把钱能够拿到下一世的 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钱 不过是在你这一世当中 让你看一看 你看了很多 你看了很多 你很少 看了很少 那么多跟少 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的 因为你一样 睡的就是那一个床 吃的就是那一顿饭 穿的就刚才 连我上次说穿拖鞋 然后穿个短裤 你的穿个不辣甲 多个不辣甲 照杯 就是多出来的 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呢 她们的步始终都不够 不是披肩 就是露一个肚子 不然就是这个裙子短得不得了 这个多跟少 这个多跟少 是一样 多呢 让你看多 少呢 让你看少 没有人从这个世界上带过什么东西 到别的世界去 到别的世界去 所以今天我们的钱呢 不在沙佛世界 我们的钱 在天上界 所以再有钱的人 我觉得我都比他富有 不是讲真的很有钱 不是真的 而是我们心灵上的 我的接受上 我比任何人都富有 这种接受你们 当然是有的是感觉不出来 我希望再有一点 至少一切能够 像师母讲的 有钱花 尽量花 花不完 大家都是希望这个样子 在沙佛世界这样子 这三种花也是很好 三种花也是很好 但是我认为 在富有方面来讲 我们修行人 是低富有的 没有人比我们更富有的 这里有几个提问的问题 我先解答一下 在上一次父亲节当中 师尊已经讲了 西方极乐世界 很多精彩的秘密 今天心逢圣尊 莲花童子大白 莲花童子降生沙佛世间 六三圣诞 为了使更多的弟子 更了解西方净土的实相 希望再讲深一点 其实我认为 保存一点神秘感比较好 我认为保存一点神秘感比较好 上回联望上师已经讲 西方极乐世界经过你这么一讲的话 我都逆了 他都逆了 他不想去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他的女朋友 他不想去 他说他会逆 他说老什么东西都是乐 那有什么意思呢 想一想也对 都是极乐 花是香的 不稀 水是甜的 温度又是刚好温和的 光彩又是那么明亮 又没有灰尘 连扫把都不用拿 要吃的有吃的 要穿有穿 要住有住 要行呢 一个念头就到 你说 佛的都没意思 那联望上师 他就跟我讲 他会逆 他会逆 他觉得 这样不够精彩 那么我们就保持神秘 以后还有 还有后续 那么今天呢 他问的问题 他问说 应该再讲深一点 其实释迦摩尼火也不过是讲这样子而已 真正跟你讲 只是一个印象 印象 你没有真实去过 你不过是一个印象 真的跟你讲说 那里多好多好多美 多香 多满足 多富有 多神奇变化 你们也只是一个印象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 你真实到了那个地方 你直接去感受 我可以这样子讲 不会腻的 因为你只要想你的女朋友 你女朋友就跑出来 你很快的 你 这个腻字 令我也想到很多 真的 你不讲 不会腻 你真讲清楚了 你就腻 总之呢 那里是什么样子呢 是变化的 让你变化 就不会腻 人 为什么会腻呢 因为你每天生活这样子 同一个形式 你就会腻 但在西方极的世界 是变化的 所以不会腻 第二点呢 你本身是任运的 好像你自己看镜子 看一个美女 美女 所谓现在的所谓美女 电视有讲说美女在哪里 大家去找美女 美女到底在哪里 那么大家去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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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美女是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 认运的才会美 你以为啊 一只赖哈玛 看到一个美女 他就认为这是美女 你错了 赖哈玛认的美女是天鹅 天鹅才是美的 我们看天鹅 哪有什么美啊 嘴巴那么尖 其实赖哈玛 赖哈玛想吃天鹅肉 他根本不知道天鹅的厉害 天鹅本身是很凶的 根据动物学家研究 天鹅是很凶又狠的 赖哈玛在湖边就想吃天鹅肉 他没有想到天鹅那个嘴只要一咚 赖哈玛就死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说 所谓的美是变化的 是任运的 这个才是美 人本身来讲起来 你娶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回家 你每天看她 联万上师的那一个字就出来 你 因为看久了 美就是这样子吗 因为没有变化 她的嘴始终是那个嘴 鼻子始终是那个鼻子 两个眼睛始终是那两个眼睛 皮肤始终是那个皮肤 它没有变化 变呢 只有越变越老 所以西方直接世界的变化跟任运是不同的 因为有变化才美 为什么娶的那些美女的到最后都离分 为什么 联万上师讲得对 你 娶了几年以后 就完了 就腻了 所以在这里我认为美 是师母的内在美最美 我常常笑师母的脸 师母的脸 在台湾 我们称为肉饼肉饼 台南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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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的 它以前更圆 那么到了美国 就变成披萨 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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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脸那里 披萨 它跌倒 它不怕了 跌倒 因为它鼻子比较扁 它跌倒的时候 就变成披萨 起来 它是好好的 它的头很大 像个汉堡 下雨它不愁 这人有雨伞 它有大头 你看它外观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很耐看 很耐看 最初起它是因为人家讲 说三十岁了还不结婚 师尊这个生理是有问题 到最后我就 就抓一个来结婚 抓一个结婚啊 当然我们不能 像我那时候那个穷军人 哪里能够找什么美女 或什么样子的美女在哪里呢 我觉得 她的长相很平实 平平实实的实实在在的 现在感觉上不同 现在感觉上很耐看 很耐看 这个越看越美 所以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 这个是讲 我想谈到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是自在的 它是变化的 是任运的 是自在的 后来我还要带一个 它是很神秘的 让你们有想象的空间 免得我讲完了 就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